新年快樂 各位 如果大家說到收租的話 其中一個最穩定的收租客群 就是倫敦頂尖大學的大學生 我們預期今年三個央學都會減息 今年起碼要有非移民金的投資 英國讀書的學生過去八年都一直增加 英國現在新樓的供應減少 但需求增加 英國的樓市比英國的股市更加投入 這麼多個大城市來說 除了一些工作專業的租客 這麼多年無論經歷什麼風風雨雨 最穩定的租客群就是頂尖大學的學生們 在倫敦來說 我們有四間高企頂級的四個大學 就是Kings LSE UCL 和Imperial College 如果大家有細心留意 他們全部的位置都在同一條線上 就是南比卡線Piccadilly Line 大家有沒有印象或心裡有一個想法呢 例如剛才在Kings UCL的學校讀一年多次 大概三萬五至四萬五英鎊一年左右 讀四年就是二百萬下樓差不多 整個英國很貼大 但倫敦不是 它是完全沒有經濟概念的 因為它是柔皇的子女 歐洲的皇室 他們都會在英國倫敦買樓 它有很多藝術學生 只要讀六七年 所以這些人到底租哪裏呢 首先第一 如果作為一個父母 你不希望他們穿州過散地上學 因為他們業務很繁忙 他們功課非常大壓力 所以你還要他們每天早上 捲兩小時火車上學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們要求租的第一個 最大要求一定是直線 快就可以回到學校 那麼多條地址線裏面 Piccadilly Line 藍比卡線 是我們倫敦的主線 一路由北邊去到西邊 去到機場 藍線其實是打斜地落 橫跨了四間大學 以及其他很重要的重點地方 所以在這條線上 選擇一些樓盤來收租 其實是非常穩陣的 除了大學之外 有哪幾個站是很重要的 第一有唐人街 Colvin Garden 歐洲知青科技城Pink's Cross 亦都是橫跨倫敦的主要富人區 South Kensington High Park 和Nice Bridge 亦都是直達希斯路機場 所以我們今天就在這條線上高 有西邊有北邊 選了三個樓盤跟大家分享 在這條線上高選擇的租客群 另一個很受大學生歡迎的屋苑 就是Wood Berry Down 8分鐘坐地鐵就可以去到Kings Cross 而它坐落兩個非常漂亮的眼鏡壺隔離 所以學生們除了讀書之外 回到自己屋苑裏面 有時可能跑步 或者去一下郊外 都不用山長水牛丸 在自己屋苑裏面就搞定了 而且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它屋苑裏面 自己有一條High Street 有亞洲的超市 有Local的超市 有Cafe、餐廳等等 所以基本上 這麼繁忙的學生們 在屋苑裏面都可以自給自足 當然 去到地鐵站 步行只需要四五分鐘 英國公司 很多Local的公司 每個Price大約都是用的 但沒有做人的Label 有Tenancy Agreement 這個Agreement包含了 Reverage Check ID Check Credit Reference Check 另外要推介一個 就是實惠一些的屋苑 它基本上是我們的滄海為主 因為它自己的地位 就在商場旁邊 而且是兩個都可以 富裕文青的生活圈旁邊 而且將來它是 Purpose有Cross Rail 2 輕軌2號的站點 所以在這個屋苑來說 如果你想投資長遠一點 而投資性比較高的話 就可以考慮Carrington HELLO 大家好 你們好 我是香港Extra London的 Sales Manager Cat 孟小姐 非常感謝大家 今天去參加我們的講座 如果我們今天 未能夠和你們一一面談 都不要緊 我們歡迎你們隨時 跟我們聯絡 可以歡迎來到 我們香港銅鑼灣 眉軟3期的辦公室 我們會提供免費的資訊給你們 我們下期待 我們下期待 你未就拜託 我們下期待 感谢观看